一位客人进入一间店铺里面 第一个要看的是用眼睛去看 用眼睛去看的时候 第一个的形象就很重要 如果市公司的衣着比较整洁 对客人来说在外表上 会比较感觉你是专业一点 如果你说话的速度是比较急速的话 客人就会觉得好像你赶紧他 好像要快点完结 或者当他有问题的时候 都不知道会否问你 但如果你能够有一个适当的速度 跟他说的时候 他就能给他一个信心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去用一些鼓励性的说话 例如大部分人可能第一次都未必会做得很好 其实你这次都做得挺好的 比起其他人 那就给他多些信心 其实每次练习多了的时候 都会有对人的信心会大一点 都会有帮助在那里 如果他真的 有些人可能立刻 可以摆一个交通线上去 有些人可能 就要摆一些人工泥水 就是让他试一下这个动作是怎么样 还有可能人工泥水碰一下眼睛 给他感受一下 其实都不是那么害怕的 可能都会减低他的感觉的情况 因为人接收的时候 可能会很快那一刻 好像你会做了 但是那个记忆力 其实慢慢会去减少 如果你能够 譬如走的时候 其实你都可以主动问一下他 有没有信心回到他 会可以随带到呢 如果他说有信心 那之后你再给一些小冊子去 可能是每一个步骤的时候 都会有不同的程序 让他看到的话 可以加深他的记忆 还有他可以重新回到 其实他刚才做的过程是怎么样 亦都帮助他在记忆方面更多一点 那时候他的信心就会大一点